小的,小的很多了,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车祸呀,现在这个车祸很普遍了,像车祸这也是在,应当是在大恒的这个之类,这大小诸恒同时写说,就是以上所有的灾难,只要能够这个有热眼中的地方都能够扶持它,使它免离这些灾难,而佛说法也就能够 使这些灾难的人啊,离苦之路,还有贼难,土匪,强盗,小的,发生灾难,冰难就是战乱,冰难就是战争,因发战争的灾难,如果碰到战乱时期啊,老百姓的苦啊,简直是欲哭无泪,我们这个台湾的地方,五十几年, 本来很平安,没有遭受到这个战乱的灾难,不知道这个战乱的时候的灾难的痛苦,台湾虽然没有发生战争,可是在第二次大战的这个后来那几年,经常啊,这个空袭,那么时时要躲防空中,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, 这个我亲身经验,因为台湾光复,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,我已经十八岁,所以尤其在十七岁哪一年碰的最多, 有一次在火车站里,刚刚要等车到某一个地方去,突然之间警报来了,赶快收开,乱跑,这个警察就叫人要到什么地方,什么地方,乱跑,由此啊,被踩到的,踩伤脚呢,甚至脚踩断的,什么样的都有,我亲自看见, 我那个时候就十七岁跑得很快,虽然有马拉利亚,可是还是蛮会跑,结果啊,没有被人踩到,所以像这个战乱的时候,和这个这个这个冰难的之苦啊,这个不能用说的,亲身碰到了,那才知道那是苦,苦况,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份福报,有平安,没有冰难,那要好好的,多修行,多用功,多修学佛法,不要让他通过, 王呢,就是国与国之争,啊,啊,啊,皇帝兄大,长前,啊,皇帝兄大,就是两个国家,两个国主,彼此战乱,啊,这样子打起来,问题就很严重,啊,遇难,就是被人摸害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去述苦,从前在监狱啊,那个苦啊,跟地狱差不多,不像现在监狱里面还有电视看, 我怎么也去过了,我听说的,不过我曾到监狱里面去讲,呃,讲,呃,讲演,啊,那么像这种的灾难,就是很苦的,风火水难,风灾,台湾的这个台风,啊,这个地方叫做台湾,很可能是台风到这里转弯,啊,我这是我的图讲啦,规定就是如此吧,希望不要这样, 所以这个风灾很可怕,火灾,一不小心,那火灾,哦,这个也问题非常严重,啊,现在到处都是铁窗,这个铁窗就毒死这个,啊,逃生之路,有不少的这个火灾啊,就被这个铁窗挡住了,没有办法出去啊,结果被吵死,这个情形很多,啊, 啊,所以火灾,水灾,水难,啊,水灾,印象最深的,好像是民国47年还是48年,啊,呃,这个巴基水灾,中部的巴基水灾,印象最深,啊,那个,所以啊,呃,碰到水灾,现在是更可怕了,啊,不下雨,旱灾,下一,下一天雨,水灾,啊,台湾是变成这么一种情况,啊,所以这个风火水难是很可怕,啊, 啊,鸡窗,啊,鸡窗,啊,鸡窗就是没有饭吃,没有水喝,啊,这个饿食的情况,啊,贫穷,没有,没有饭吃,吃不饱,啊,或者是没有工作,啊,啊,没有办法生活,那只是贫穷的苦难,这些苦,障,愣眼神咒,可以应验消散,因你心念愣眼神咒的功能,它就能够使这些,啊,苦难能够消除,啊, 不过这些,啊,不要用自己拿去试试看,啊,哦,既然不会遭火,遭火难,我来点点看,啊,这是不可以的,应当要知道,这里文字上,所以说世间的种种灾难,最主要要内心里面没有火, 那心里面没有什么火,称会火,啊,称是心中火,能烧功德灵,欲行菩萨道,染肉负真心, 称汉心就是火灾,心里动一念称汉心,火就来了,啊,我们平常呢,听到人家要,要发称汉心说,我要光火了,光火, 呵,呵,呵,好像这个,啊,如果是,啊,如果是动,动称汉心就是光火, 活在就来了,啊,心里没有称汉心,就不会遭到火难, 心里没有贪欲心,就不会有水难, 随时表示贪欲,啊,所以这些灾难,啊, 主要要从内心下功夫,假如内心有 贪生吃,要免离这些灾难, 如果没有很好的修持 有的时候就恐怕会发生问题 所以必定要从内心下工夫 把这个灾难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消除 不要太依靠这个 一文字所说 你就单一文字做标准 认为我只有念愣眼 就那么火 让它烧吧 它烧不到我 不能这样子实验 这是第六 成佛了能够使众生 消除种种灾难 这期以下我们休息一下再讲